背後有接受徵召的話 勢必要跟美人姐對抗的話 妳覺得妳有勝算嗎 如果他要一直主張 民黨不派 委屈的合選是合併 公道委屈的婚姻也是合併 妳認為妳的粉專比 參選重要嗎 雞排妹被徵召 小葵與美人先表態 粉專比參選重要嗎 我們女人終究是 必不良血流沈河 中正萬華立委林昌佐 確定不再連任 雞排妹正佳純在臉書透露 二度被民進黨探尋參選的可能性 但是呢 空降選立委引起在地議員不滿 雞排妹雖然對此自愁沙包 而十二號出席活動 依然表態願意幫忙 我現在也只能笑笑的被打嘛 當然上個沙包 後來如果真的有機會 當上候選人 我想競選小路可以出一個小沙包 我的態度始終如一 就是他們派我去哪我就去哪 去金門也OK喔 北部的基礎表格很準確 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我不是要故意學侯友宜講話的態度 但是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有談出說你要選中正萬華之後 在地的議員劉耀仁是說 那不如找在地的豬肉稀釋 又或是有不具名的立委是表示說 那這樣子乾脆找啦啦隊女成林 嗯嗯 還有人說我是牛鬼蛇身不是嗎 都接受啊都接受 那名嘴指引說有炒房的這樣的毅力嗎 炒房哪一個名嘴 她有幾間房 她的家人有幾間房 有沒有超過兩間 現在一般民眾認為超過兩間的囤房喔 所以三親祖奶奶在這邊提醒你 以後在進出日本的時候 如果問說你是否有刑事犯罪記錄呢 你要記得Go Yeah Hey Ju 菊花台滿地餐 你的菊花嘿呀呀 我覺得是因為台灣人 跟外國比起來相對安全 所以我們對於一個知道仇恨的人 有點太流氓死了 所以有點懶得理他 我覺得這都 態度都沒有很多 因為他相比耶 明天他百分之一大 Hate you Don't make it black 背後有接受徵召的話 勢必要跟每人幾人對抗的話 你覺得你有勝算嗎 我覺得他應該要先表態到時候 不知道你會支持哪一個政黨的政黨票吧 不過他應該要一直主張 武黨不太委屈的和平 他應該是很便宜 他目前看起來的選舉沒有要買回來 大家不是會一直問他說 那我們出的婚姻也去說什麼 然後他應該會這樣開一個新粉專 然後說不想要讓政治影響到他原本的粉專 你認為你的粉專比 你參選專要嗎 公知道你有要就是選舉的意願嗎 他第一次被詢問的時候就叫做他 他說日本如何我是不清楚 但是在台灣如果你是立委的話 你的配偶資訊是要公開的 也就是說我覺得真的民主 大家都會知道 大家開玩笑說 選舉是這個半年一年的事情 但如果有選唱 那我消失的時間就會拉長 然後他說VC我的隱私和和你相處的時間減少 台灣人會來更重要 喔 這是他的體驗跟實際 變成政治人物呢 娛樂這一塊你會 聖誕幾分還是會放棄 這去年就畢業了嗎 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就是說 我責任來我承擔 我就有點僥心 都還沒有順定 我順定是我的責任 我趕快死定 這是喜事 趕快買一隻雞回來欠客獎 這是喜事 這是喜事 趕快買一隻雞回來欠客獎 jetzt情編 我順心 我們買一隻雞